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被选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然而 他在共和党内甚至在摇摆州中都不为人熟知 这一选择立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特朗普的团队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来提升范斯的知名度 以便在2020年与拜登的重赛中取得胜利 范斯的政府经验不足 民族主义观点以及对特朗普的批评言论 成为了他众多政治对手攻击的焦点 这一选择究竟是明智之举还是自投罗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来自Yohu!US的新闻报道 该报道详细介绍了J.D.范斯这位相对陌生的政治人物 被选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我们将详细解析这一事件背后的背景 影响以及各方的评论 J.D.范斯这位39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在国会任职不到两年 却被唐纳德·特朗普选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这个消息意境公布 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密歇根共和党主席皮特·霍克斯特拉对此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们不认识他 霍克斯特拉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上面对媒体时 继续说道 如果他来自俄亥俄州 他应该了解我们州和其他北方战场 但我们还没有机会评估他 特朗普的团队现在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 他们必须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提升范斯在关键州的知名度 以便在2020年与民主党总统乔·拜登的重赛中取得胜利 然而 范斯的政府经验不足 民族主义观点以及他曾对特朗普本人的批评言论 成为他政治对手攻击的焦点 资深共和党民调专家尼尔纽豪斯对此表示 我不确定他能在竞选中帮助特朗普 他认为范斯可能更适合在国会山帮助特朗普推行他的议程 在宣布前的几周 曾在白宫担任特朗普首席顾问的共和党策略师凯利安·康威 建议特朗普选择另一位竞选伙伴 他认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或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慧 更有助于特朗普获胜 然而 特朗普还是选择了范斯 范斯以其在国会山的短暂时间内迅速发展 成为一位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 火炬手而闻名 当他首次以特朗普的竞选伙伴身份亮相时 获得了适度的掌声 但当特朗普登场时 观众表现得更加兴奋 根据最近的民调 大多数选民对范斯并不熟悉 CNN在6月底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只有13%的注册选民对范斯持有好评 20%持有负面看法 大多数人表示 他们从未听说过他或没有意见 显然 范斯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在政治舞台上还有待提高 特朗普的批评者们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 潜心喊布什尔 周共和党主席詹妮弗·霍恩 在X上撰文称 几乎任何其他选择都可能扩大他们的地图 但特朗普需要一个 看起来像他 说话像他 思考像他的候选人 他需要一个会卑躬屈膝的候选人 JD范斯是名单上经验最少 资格最差 最卑躬屈膝 最精神病态 最奴性的候选人 然而 特朗普的决定有其背后的逻辑 特朗普特别喜欢范斯 在电视上的表现 他已成为保守派媒体的常客 前总统还喜欢范斯的外貌 称他 让他想起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 此外 特朗普希望范斯 能从他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 成长故事中 汲取力量 以吸引中西部选民 范斯亲身经历过 贫困和成瘾 这在共和党领导人中 并不常见 范斯还有另一个优势 即他与特朗普的化学反应 这位第一任期的参议员 在最近的共和党政治崛起中 与特朗普 他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以及主要的MAGA人物 建立了强大的关系 作为一位长春藤联盟教育的作家 前海军陆战队员和商人 范斯以对拜登政府官员的 激烈质询而闻名 拜登的竞选团队 对这一选举决定进行了谴责 特别关注范斯 在堕胎和经济方面的有限记录 以及他支持特朗普推翻 2020年选举结果的努力 范斯此前表示 他将支持在怀孕15周时 实行全国堕胎禁令 他还表示 他不会像前副总统麦克·彭斯那样 投票认证 2020年选举结果 这一表态引发了广泛争议 拜登竞选主席 甄奥玛丽 迪伦对此说 我肯定会在任何一天和星期天两次 接受这场对决 因为尽管特朗普和范斯的一程 集中在他们自己和他们富有的 捐助朋友身上 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哈里斯 正在为美国人民而战 拜登在接受NBC的莱斯特 霍尔特采访时也表示 如果你回顾J.D.范斯 对特朗普的言论 他对我说了一些话 但看看他对特朗普哥说了什么 曾被认为是 特朗普潜在竞选伙伴的 维维克·拉马斯瓦米 形容范斯是票上的重要资产 他认为 范斯对特朗普的演变 最终将帮助他与摇摆选民建立联系 然而 目前 范斯作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 仍对许多选民和当选官员 来说是一个谜 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表示 范斯是他真的没有交集的 少数副总统候选人之一 这篇报道 无意揭示了 特朗普在选择竞选搭档时的 复杂考量 一方面 范斯的政治资历较浅 可能不足以帮助特朗普 在摇摆州争取更多选票 另一方面 范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化学反应 及其个人故事 又为这次竞选增添了一些 独特的元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特朗普的这一选择 也反映了 他对自己选民基础 和竞选策略的 独特理解和信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 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会对这一事件的 进一步发展 进行跟踪报道 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J.D. 范斯 J.D. Vance 原名詹姆斯 大卫 范斯 James David Vance 是一位来自 俄亥俄州的美国参议员 和作家 因其著作 乡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 而广为人知 该书探讨了 他在阿巴拉契亚地区 贫困家庭的成长经历 成为美国中西部蓝领 白人群体生活状况的 一面镜子 书籍出版后 不仅获得读者和评论家的 广泛关注 还被改编成电影 进一步提升了 范斯的知名度 范斯出生于1984年 是一位退伍海军陆战队员 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尽管他在法律和商业领域 拥有丰富的学术背景 但他在政治上的经验相对有限 2021年 范斯宣布参选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职位 并于2022年成功当选 成为参议院的一名新成员 范斯在政治观点上 倾向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 并迅速成为特朗普主义的支持者 他在国会中的表现和媒体曝光度 使他成为共和党内部 一个重要的声音 尤其是在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运动中 他的立场和言论经常引发热议 2023年 唐纳德、特朗普宣布 范斯为其2024年总统竞选的 副总统候选人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范斯的选择主要基于其年轻化形象 媒体表现 以及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 然而 范斯的政治经验相对有限 他的知名度 也并未在全国范围内 得到广泛认可 根据2023年6月底的CNN民调 只有13%的注册选民 对范斯持有好评 20%持有负面看法 大多数人表示 他们从未听说过他 或没有意见 这显示 范斯在选民中的知名度 和支持率较低 特朗普团队 需要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 提升他的知名度 以便在2024年 与民主党总统乔拜登的 重赛中取得胜利 范斯的批评者 无论是来自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都对他的政府经验不足 以及民族主义观点提出质疑 一些共和党内部人士认为 选择范斯作为竞选伙伴 更多的是一个政策选择 而非一个竞选选择 并担心他不足以 在竞选中帮助特朗普 无论如何 范斯作为特朗普的 副总统候选人 将在接下来的选战中 扮演重要角色 他需要迅速提升 自己的政治形象 并与摇摆州选民建立联系 以争取更多选票 范斯的背景故事 和成长经历 可能会成为 他吸引选民的一大卖点 但同时 他也需要应对 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挑战 总的来说 JD范斯是一位相对年轻 且经验 尚浅的政治人物 他的崛起和现状 代表了美国政治中的 一种新动向 即将个人经历 和媒体形象 转化为政治资本 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范斯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和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新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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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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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